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它的主要甜味是来自于甜菊叶,宁卡宁糖,轻负单 像我平时减脂漆控糖也吃这个 它的甜度是1比2.5 也就是说用100克白砂糖,可以用40克宁卡糖代替 平时做面包放35克糖 加这个只用12克就可以了 放入25克黄油,再继续搅拌 一直搅拌到面团充分吸收黄油 出现这样的粗膜就可以 盖上盖子,醒发40分钟 还剩一点南瓜泥,用它来调一个南瓜馅 南瓜馅含水分比较多,给它先炒干一下 如果不做带馅的南瓜吐司,这一步可以省略 醒发好的面团直接给它拿出来,轻压排气 擀成一个长方形大片,抹上南瓜馅 再对折起来,割出小长条 把长条拧成螺旋形,或者按照自己喜欢的整形方法 从上到下卷起来 面团两头向内折 放入面包桶中 刷上蛋黄液,撒上杏仁片 让它自己二次发酵和烘焙 晚上预约一个芋头汤 腻补芋头,加适量的清水 蒸锅放上鸡蛋和南瓜 时间给它调成30分钟 预约到明天早上,7个半小时之后 把用过的厨具都清洗出来 这样早餐就更轻松了 您睡前泡一个脚很舒服 最近孩子也跟我一样学会自己泡脚了 对了,这款足一盆最近还有返现的活动 大家有喜欢都不要错过哟 早上好 看一下昨天晚上烤好的吐司 这个颜色看起来太有食欲了 发的也很好,都爆桶了 家里面包鸡千万不要闲置了 用它来做吐司绝绝子 搅拌棒可以在烘烤之前直接拿出来 这样烤出来吐司更完整 切出来这么多片 自己在家做太划算了 口感柔软绵密 还带有南瓜的唇香 咬上一口贼满足 用来做早餐太合适了 南瓜鸡蛋和芋头也煮好了 煮一点小圆子 给它捞出来 再来煮一点虾仁 水果萝卜 黄瓜和鸡蛋切成小块 做一个蔬菜沙拉 放上甜玉米 拧上沙拉汁就好了 芋头给它重新煮开锅 也可以放点紫薯 颜色更好看 加一点宁卡糖调味 放上牛奶或者椰奶 再放上小圆子 奶香芋头圆子汤就做好了 这样的早餐 不光颜值高 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今天的美食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娃娃妈妈 我们明天见 这种不错